针对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导致贸易摩擦升级 众多美国行业协会和普通的民众表示反对 美国各大主流媒体也纷纷聚焦 很多美国行业协会代表认为 加征关税正在拖累美国竞技 近日 代表美国150多家行业协会的贸易组织 关税伤害美国腹地发表声明 强烈反对美方提高对华进口商品关税 该协会指出 关税是由购买中国产品的美国进口商 支付给美国海关的费用 大多数时候加征关税只会惩罚 美国奴民 企业和消费者 在该协会网站首页 一家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婴儿床的 非盈利组织代表该协会呼吁华盛顿 尽快结束贸易摩擦 关税伤害美国腹地组织网站上 还有一块电子显示牌 计算着中美贸易摩擦 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失 按照每秒钟美国经济损失 1155美元估算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 贸易摩擦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损失 已经超过260多亿美元 除行业协会外 贸易摩擦升级也占据了 美国各主流媒体的版面 今日美国报纸在网站刊登的文章标题是 同中国的贸易战将打击到你 更高的物价 失去的就业和下跌的股市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文章则称 中国的反制措施沉重打击美国股市 财经媒体CNBC 更是在网站头版头条 报道了贸易摩擦升级后 到琼斯指数盘中大跌600点的消息 纽约时报网站也在头版 用大量篇幅聚焦中美经贸摩擦 以及它给美国投资者和金融市场 带来的负面冲击 此外很多美国民众也在社交媒体上 表达了对美方加征关税的不满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同中国的贸易摩擦持续 将造成美国消费者购买力的降低 同时导致美国企业出口额下降 最终拖累美国经济 webber med